真想问一下这老板 他们知道自己做汤那么好吃 看一下这个团生蛋 一碗的环境价 一点高 15块一根的大鱼道 好爽好爽好爽 哈喽啊朋友们 据这本地朋友推荐 在我旁边这立胶桥下边 有一家本地人都找不到的 猪脚泡椒米粉 它的原话是会是不是开车几十公里 就位吃这一碗粉 那我倒是要尝尝 到底有啥魔力啊 这真感觉不是本地人找不到 就这种小店 孩子都掉色了 这个味道怎么样哥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个泡椒的 第一次过来 很好吃的 没有人好过来吃啊 哇这人好多啊 一碗细粉 加两个猪脚 然后还能加什么吗 加猪蛋加豆腐 加牛肉 加牛肉好多 加牛肉加软瘦 加鸡蛋 加什么多啊 嗯 能吃 我实力 这有两大盆猪脚 这一大盆 高糖 自己调的高糖 对 这粉开的好弹 葱花 香菜 可以可以 这个是泡椒的吗 泡椒 重红色的 谢谢 哇 牛肉 哇 唐心蛋 这一碗的环境量有点高啊 啊 给你们看一下我周边的环境啊 就真的是在一个高架桥下面啊 加了两份猪脚 还加了好多牛肉软瘦 哇 看一下这个唐心蛋 哦 哇 这有份 先来一口的唐心蛋啊 蛋液已经全部融到汤里边了 15块一根的大猪脚 猪脚还得是抱着啃啊 这个猪脚卤香味好重啊 并且表皮是炸过的 口感特别到位 裹一下泡椒汤汁 它这个是真的香 本身这个猪脚就是卤过炸过的 再浸泡上这个泡椒的汤汁 十口火 哇 这泡椒味好重啊 又酸又辣的 这一口就把刚刚猪脚的蜜给解了 下面我还加了好多牛肉软瘦 哇 好吃 很贴的 你也嫂了 酸酸辣辣的啊 我喜欢 灵魂炸瓶 这汤也是真的爽 又酸又辣的 这贵州人啊 不管是在做酸还是做辣方面 可以 都有点东西的 而且酸辣结合之后 更有点东西了 这一整块 好爽 还是得配蒜啊 我正想问一下这老板 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汤那么好吃吗 哇